聽說這兩年尾的身體不太好 見到兒子的孫孫都不認得 你和兒房有同一年來嗎 當年爸爸都是用大紅花橋娶他回來 都算是一家人 最近麗群會去做探訪老人院 那就碰到了,難道我爸爸不認識嗎 對了,你說麗群會 我才記得我有個朋友的老婆 她有興趣加入你們的會 好像有一群會員已經寫了推薦書 他們想問你的意思 可不可以把她的名字 放在後補名單上 你是說你的朋友Saman Attal 最近她也挺出位 這些字卻不掛紮之寫 人出名就下馬多了 聽說故事不是這樣 不過這些都是人家的私事 無謂說了 你也知道 麗群會最重要是會員的質素 能夠保持到今天社會的地位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別說了,吃飯了 我叫人做了冬鍋油給你吃 你嘗嘗吧 好 不錯,你也吃飯了 我不吃了,我最近有點累 我想吃得清淡一點 對了,Tony打電話說 下次出賽你剛才有機會贏 想你進馬場拉頭馬 不過這次我就不去了 我想休息一下,你找人陪你去 是不是最近天氣轉了 看你不舒服 要不要找方醫生看 只是累了 要不要找醫生看這麼大的事 那你多點休息一下 怎麼樣?好吃嗎? 不錯,拍得住我鄉下你老師傅的手勢 看不出來 終於知道自己娶了他有本事的老婆 我當然知道,不然的話 我怎麼會這麼疼你 你這麼疼我 你有沒有把我說的話放在心裡 你說你朋友那件事? Samantha,他雖然不是什麼名門望族出身 但是他自己一個人 可以將一間美容公司搞到上市 那已經不簡單了 況且他一向都有做善事 如果他可以加入禮群會的話 就可以幫到更多的人了 現在是相差你那邊大哥說聲OK 幹嘛不停拖著人家 要這麼難找人家? 第二件事,我可以立刻幫你安排到 但是至於禮群的事 我一定要遇到那個方便跟他談的時間 才可以商量到 遲些吧,好嗎? 那我是否知道Samantha是我的朋友 才隨便不給面子 那是甚麼關係 你和Marie在香港社交生活 一直以來,局有局 況且在香港 又不知一間婦女慈善團體 再跟別人合作就行了 但是只有禮群會才這麼大 這麼有規模 我們只是想做善事的時候 可以幫到更多人 如果你和你的朋友 真的有心想做善事 不如這樣,我幫你聯絡一下 我辦做生意的朋友 看看找一個甚麼名目 幫你成立一個慈善基金 到時你做主席 你有多少朋友加力都沒問題 是不是真的? 後日跑馬 我們有個商會杯 到時那幫做成事的朋友 全部都會在山上 你給我拉遠頭馬 我就會向他們提議一下 很快就成事 拉頭馬?好啊 那我要買了幾件漂亮的衣服 忘了一杯湯米你喝 你等我一會兒吧 我這個朋友不是一般的客人 他下星期來香港 只在逗留一晚就離開 所以他所有行程 你要幫他安排得好好的提提 我知道了,宋先生 你知道了,外面的人 對我這個朋友有多敏感才行 你要記住,這次我和他會面 不單要低調 還要不要讓所有媒體知道 宋先生,你放心 至於保安方面,我會加派人手 嗯,對了 明天我和毛魚豬板 觀吃飯是甚麼時候 七點鐘 明天我匹馬跑地區場 我拉上頭馬拍照 你想夠不夠時間回香港的夜面 宋先生打算去買場嗎 是呀,甚麼事 你帶上四太 明天晚上就和他前前收錢坐 是呀 要立刻看新聞女王 當然要去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免費下載